比較有向寶蘭社區關懷基點 每天基板沒有一樣的確定 恢復中部的生活 基礎搖廈老蘇跟這個脆皮泡芙 有了實在讓中部吃出健康 透過團隊合作增加他們的自信 雖然這種隔點做法是比較困難 不過有老蘇來揹拼手、牽手還是 讓中部的享用親手做的微微點心 也讓他們感到非常幸好 好 出爐囉 小夫婦的胖 嘟嘟出爐 香你就團成立 老蘇跟這個脆皮泡芙 每一個保守都有中部的親身來參與 是相當不簡單 這是泡芙 那你覺得怎麼樣 好吃 好吃 怎麼好吃 好吃 這是好吃 怎麼吃下去 要不要吃下去 今天做泡芙 感覺好吃 你怎麼有做過 有啦 今天頭一次 有好吃嗎 有 好吃 怎麼好吃 咖啡吃香 就讓老人做一些骨舌壁爐 大家做得很開心 還做好吃 你頭一次吃嗎 頭一遍 那你覺得老蘇這樣做 感覺怎麼樣 好啦 這支的一倒是爽 這種骨舌做法雖然比較困難 不像一般的胖這麼簡單 但是透過老蘇這支到下 一包一包來教中部做 雖然過程不輕鬆 但是心情是棒吃鬆 今天的脆皮泡芙課程呢 其實就是帶給長輩一個全新的體驗 就是體驗不同的烘焙課程 那泡芙比起一般的麵包 它其實要更細心更耐心的注意烘烤的時間 以及它的火候 那其實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失敗 那很開心今天的成品就是大家都很滿意 那長輩也是第一次體驗到這麼棒的課程 對因為其實這個 其實算是比較進階比較高難度的課程 那我們就自己辛苦一點沒有關係 可以帶給長輩一個就是不一樣 比較特別的課程這樣子 中部一般是吃中式的餐點比較多 也比較多來享用這款 劇國歌點 透過老師跟學習在操作 過程處比起二十九 這個社區的長輩呢 大概平常都是以忠實飯類為主 那今天珍儀老師帶社區長輩做一次那個泡芙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新奇的嘗試 那他們在製作的過程裡面也感受到 做一個西點麵包它的困難度 以及它的有趣的地方 吃到自己親手做的泡芙之後 他們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滿意 關懷季店處理豐富的困難 幫助在地中部的找到自身的快樂 也幫助援援四人四地 實現在地老化的目標 泡芙好意思 記者 鄭怡婷 彩虹博德 鄭怡婷